原标题,蒋介石如果回大陆,毛主席会安排他什么工作? 周总理说出了答案蒋介石发动过来内战失败之后,国民党一行人全部退去台湾,台湾和内陆如同隔上了一层厚厚的屏障,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,毛主席也几次三番发出信号,想要和台湾和平共处,希望蒋介石能到内陆,蒋介石虽然心里明白,但是总觉得不甘心。 如果蒋介石真的回到大陆,毛主席会给他安排什么样的工作呢?周总理给我们道出了答案,中国成立后,台湾问题一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,两岸不能和平相处,台湾不在,中国总是缺了点什么。 毛主席代表中央,曾多次写信,给蒋介石表达了自己的诚意,希望台湾能够回归,蒋介石也能来到大陆工作。 并且表示,如果蒋介石能够帮助中央处理台湾问题,并且回到大陆,那么,军权政治地都不是问题。 信很快传到了蒋介石手中,蒋介石前后看了很多遍,并且反复串策了毛主席的意思。 他知道中央是什么想法,可是,从未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,但是一直让大家好奇的是,如果蒋介石真的回到了内陆,毛主席会给他安排什么样的工作呢? 蒋介石虽然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,但是也是很心动的。 为了看明真相,蒋介石派宋仪山去内陆与周总理谈判。 在谈判中,宋仪山大方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,周总理们也大方地说出了,如果蒋介石回到内陆,关于台湾的处理方针,台湾的管理权依旧在蒋介石手上,也就是蒋介石依旧是台湾的领导者。 但是美国的力量,必须全部撤离台湾,并且永不干预我国任何事情。 宋仪山回国后,将谈判的内容一一向蒋介石汇报,垂直蒋介石十分生气,还将宋仪山免去了香港,永远不让他再回台湾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